还记得吉祥三宝吗? 综艺再次见到你找到了吉祥三宝中的女儿和妈妈。 妈妈乌日娜弹起歌曲中的爸爸不仁已经离世,一度哽咽落泪。 女儿小英长大后考取了中系音乐剧专业,毕业后选择结婚生子。 她说,小时候经常去全国各地演出,所以就更明白陪伴的重要性。 我毕业后休息了三年,就为了能多陪陪孩子。 现在生活重心主要放在家庭上面,因为不想错过孩子的每个成长阶段。 英格玛还在节目中和儿子视频。 镜头里的小朋友虎头虎脑非常呆萌,她鼻梁高挺,脸颊肉乎乎的,长得和妈妈小时候一样可爱。 曾经的小童星都已经结婚生子,着实令人感慨,祝福英格玛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, 期待能在大荧幕上多多看到她的身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